哈利多亚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现在一起来学习 一个很重要的圣经里面的教义 这是有关于圣灵 这是有关于圣灵的第一讲 我们来探讨圣灵在旧约 当中的预言 还有新约当中的实现 很多基督徒都有这种的问号 他们相信有神 但是没有体验过圣灵 那到底圣灵是什么 到底圣灵在旧约当中的预言 还有新约的实现是什么呢 我们就来探讨 首先我们来讲一讲 到底圣灵是什么 我们先打开约翰福音第四章的二十四节 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 这里记载神是个灵 所以拜祂的必须用心灵跟诚实来拜祂 主耶稣这里亲自的解释了 神是个灵 所以圣灵就是神的灵 代表神的灵是圣洁的 是帮助我们 是随时随在 骗在全知全能的灵 那既然神是个灵 人跟神要接触 就是需要得到神的灵 住在人的里面 从创世开始 圣经说神创造天地 我们来看创世纪的第一章 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 起初神创造天地 第四空虚混沌 愿面黑暗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其实在创世的起头 神的灵已经在工作 已经在创造 还有当他创造好人类之后 神的灵也与人同在 所以圣经记载 亚当是一个有灵的活人 神的灵也在他的里面 与他同在 但是问题是 当人犯了罪之后 神的灵就没有办法 常常跟人在一起了 我们来看创世纪的第六章 第三节 这里是记载人已经堕落了 创世纪六章三节 主说人既属福血气 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 这是告诉我们人犯罪 堕落之后一种状态 虽然有人在拜神 他们跟神有某种的关系跟交流 但是其实神的灵没有办法 长久的住在人的心里面 那为什么没有办法 长久住在人的心里呢 因为人有罪 神是不能永远罪的 神也不能长期住在 有罪的人的心里面 所以在旧约的当中 神的灵在人的心里 只是一种短暂的感动 短暂的停留 没有办法长期居住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来看看民宿记的第十一章 民宿记的第十一章 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 民宿记十一章 二十四节 摩西出去张 耶和华的话告诉百姓 要造句百姓的长老中 七十个人来 使他们站在会幕的示威 这里是记载啊 摩西带了七十个长老出来 要让神与他们同在 那怎么同在呢 二十五节 耶和华在云中将临 对摩西说话 把将与他们身上的灵 分四给七十个长老 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 他们就受感说话 以后却没有再说了 所以很明显 神的灵 这是圣灵 在旧约的时代 与人之间的一种互动呢 就是暂时短暂的停留 神要用那个人工作的时候 就感动他 神的灵会与他同在 感动他说话 说预言 或是感动他有神一样的力量 要感动他可以打败仇敌 感动他说出预言 但是工作完之后呢 这个灵就离开了 没有办法与人长期的居住 这种状态 这种状态一直停留 到整个的旧约 但是主耶稣要来 他要打开旧恩的道路 他要把人跟神的关系 重新修补 所以他要打破这个局面 所以他来了世上的时候 在还没有丁实价之前 已经有做出 有一个很重要的预言 就是预言了神的灵 张药 长期的与人同在 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 第十四章 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的十六节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是给你们一位宝慧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第十七节 就是真理的圣灵 乃是世人不能接受的 因为不见他 也不认识他 你们却认识他 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 也要住在你们里面 很明显 主耶稣要带来的救恩 是超过旧约的律法时代 旧约的时代 人跟人还要保持一个距离 不是每一个人可以领受神的灵 顶多只是 祭司 君王 祭 还有或者是先知 神的灵 短暂与他们同在 之后就离开了 但是新约时代 主耶稣来到 他答应 每一个信他的人 会有一个应许 这个应许就是 神会把他的灵赐给他 让他感觉到 让他有神的灵 与他直接的同在 还有这种同在 不是短暂的 是长期的 是永远的 所以关键就是第十六节 永远与你们同在 还有呢 第十七节 住在你们里面 所以每一个基督徒 都应该有圣灵的同在 圣灵直接住在他里面 帮助他 让他有力量 让他感觉到 神不断的灵赐跟支持 所以这个旧约当中的预言 在主耶稣的时候呢 也在预言会实现 那到底会在什么时候实现呢 其实在旧约的时候 也有一个很重要的预言 我们看 约尔书 旧约的这个约尔书 第二章 约尔书第二章的二十八节 到二十九节 约尔书二章的二十八节 此后我要将我的灵 浇灌凡有学期的 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 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 少年人要见异象 在那些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 浇灌我的仆人和死女 这里啊 约尔先知在主耶稣 降生之前几百年 就已经预言了 有一个时候 神会把他的灵 大大的浇灌 给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都可以 接受得到 领受得到 包括少年人 老年人 还有呢 他们会被神的灵 直接的教官 那到底这个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五旬节的时候 圣灵大大的降临 让他们每一个人 都有体验 让他们每一个人 直接领受到神的 这种圣灵的印记 跟应许 我们来看 使徒行传的第一章 使徒行传的第一章 在绝书升天之前呢 就跟他们讲了 我们看 使徒行传的第一章 第四节 使徒行传一章第四节 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 祝福他们说 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要等候父所应许的 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 第五节 约翰是用水施洗 但不多几日 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所以主耶稣升天之前 最重要的就是告诉他们 要等待圣灵 结果 很奇妙的 在不久之后 就是五旬节那一天 圣灵就降临了 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 第一节 五旬节到了 门徒都聚集在一处 忽然 从天上有响声下来 好像一阵大风吹过 充满他们所住的物质 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 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 第四节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按着圣灵所示的口才 说起别国的话来 所以 我们看到神的救恩很奇妙 在整个救恩的经纶里面 圣灵是最关键的部分 因为他要与人同战 旧约的时候 神没有办法长期与人同战 要等到绝处基督 降世为人 为我们钉十字架 罪解决了 接受了宝血的洗礼 把罪洗干净了 心里面圣洁了 那圣灵降临 与人长期的同战 应验了 约尔书所讲的那个预言 就是使徒行传二章十六节 就是彼得起来 就应验了这个预言 这正是先知悦儿所说的 神在末后的日子 要将我的灵 浇灌 凡要学期的 你们的儿女 要做预言 你们的少年人 要见异象 老年人 要做一梦 所以感谢主 这一节我们要谈到 圣灵在旧约的预言 还有新约五旬节时代 主耶稣 升天之后 门徒得了圣灵 他们有用特殊的表现 我们之后会再详细的讲解 但是后来我们发觉 这个教会 它慢慢的变直了 圣灵就离开了教会 所以在 教会的 发展史里面 后来就慢慢的 不再记载 得圣灵 也不再记载 强调要 领受圣灵 说方言 这种事情 但是 圣经里面 那个预言还 讲到末世的时代 我们看回来 刚刚所看的 这个约尔书 约尔书呢 第二章的第二十三节 约尔书二章二十三节 喜岸的民啊 你们要快乐 为耶和娃 你们神欢喜 因为他是给你们 合以的秋雨 为你们降下甘霖 就是秋雨 春雨 与先前一样 原来旧月 约尔先知已经预言了 圣灵降临 有两个时代 第一个时代 就是好像秋雨一样 第二个时代 好像春雨 秋雨就是 在撒种之后 不久 就要下雨 就好像 使徒时代 福音要广传 那个时候圣灵降临 让一天三千个人受洗 教会建立起来 但是呢 这里告诉我们 有另外一段日子 就是春雨 春雨就是收割之前的 要下的雨 其实这个是预表 在末世 神要再一次 把圣灵降临 在他所拣选的真教会里面 让在这个教会 和服真理的教会 遵守真理的人 求告主的名 每一个人都可以领受 圣灵的体验 就好像使徒 属他一样 这个是在末世的 在叫 这个春雨 或是叫晚雨的圣灵 所以我们这一讲 有关于旧月的一元 新月时代 在主耶稣圣天之后 五旬节 圣灵的降临 还有预言到 末后真教会的出现 有圣灵的同在 我们这一节 就先讲到这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者